《伴》這首歌其實是講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人是有很多面的 有好 有壞 有光明 有黑暗的面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人都忽略了不好的一面 不去接受他們 但是老實來說我們成為一個人 是需要接受自己所有的面向 所以這首歌是希望大家可以接受自己 無論好還是不好的一面都接受完之後 然後去正視自己內心裏面真正渴望的是甚麼 然後由這個渴望去令自己可以成為真正想成為的自己 我們不可以否定任何一面的自己 是要真正面對他們 面對真正的自己 跟自己的內心多聊天 去了解自己的內心究竟是想要些甚麼 從而令自己可以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這次這個班底是卡叔叔的意思 其實本身我打算出Solo的時候 都一定是打算找卡叔叔的 然後在找歌的時候就有點煩惱 究竟誰可以寫到這首歌給我呢 我在想是否要外面收歌 或者怎樣怎樣呢 卡叔叔就說我找了吳林峰寫了 然後吳林峰寫的時候我還有點擔心的 因為我覺得吳林峰寫歌很厲害 但是他寫不寫到我想要的東西 但是他真的交到貨 我想說他很有趣的 就是他寫完一首歌之後 卡叔叔要去改 然後改的那一晚他看了半個小時鬼片 然後就寫到這首歌出來 就完整一首歌就寫了出來 我覺得很神奇 看半個小時鬼片可以寫到一首歌 是很厲害的 然後周耀輝老師就是很 我自己都很驚喜的 因為其實我一向都知道周耀輝老師是一個很厲害的填詞人 然後我沒想過卡叔叔會幫我找他寫的 然後他寫出來的詞是完全是很重我想要的東西 所以整件事 無論是歌、曲、編曲、詞 所有的東西都是很適合我自己的心意 所以是很順利的 感覺是很緊張 因為 略好我前面都有六個兄弟出了自己的 Encima作品 然後 因為我覺得我們MIRROR 十二個人都有不同的面向是真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這次出的這首伴的風格 是和前面六個兄弟是完全可以區分得到的 都希望透過我們七個人的Solo 告訴大家其實我們十二個人 接下來可能有其他兄弟都會出歌 我們十二個人是每一個人 都真是有自己獨特的一面 這次這個造型我想說是 有很多我第一次嘗試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這個擦指甲油 一件是我們的導演 他說你試試擦指甲油 我還很擔心這件事會不會很奇怪 但出到來的效果是OK的 這次的眼妝方面 都嘗試了一些很特別的白色眼線 有一個形狀 其實這個形狀代表著一個天使的 一個標準的感覺 但是我現在這個造型是第二個造型 就會變得比較evil 好像比較黑暗一些 斜一些 整件事也是黑和紅 無論是眼妝還是服裝 都是配合在一起的 帶給大家天使和惡魔的分別 讓我想起造星決賽的 那些是比較黃紫的 那些是比較黃紫的 那這個就更加邪一些 更加繞一些的感覺 那其實都是的 由造星到現在 一直堅持這條路 好像不太容易 但是回頭看回 原來是對的 原來走這條路也是對的一件事 所以多謝造星 我希望可以展示到我這一面 這一面獨特的一面 妖、霸氣、黑暗的一面 給大家看到 因為這不是很常見的風格 所以希望自己可以令到觀眾 有一個Wow的感覺 樂壇 香港樂壇裏面 可能比較少有這些風格 那我希望可以做更加多不同的風格 這一類的風格 或者是不同的曲風 去令大家多些選擇 那我自己覺得很榮幸 因為一開始我 知道是阿Fish幫我做女主角的時候 我就 哇!你找到阿Fish 哇!那不是很厲害 然後今天拍MV的時候 上午的時候 剛巧是金獎獎的一個提名出來 然後她又有好消息 所以整件事都覺得很驚喜 我覺得我找到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幫我拍MV 我覺得自己是很厲害的 剛剛跟她一起對戲的 可能拍了兩個鏡頭 不是那麼多 但是其實都很想繼續跟她 有更加多不同的合作 我很期待這個MV正式出的時候 阿Fish的表演 因為我覺得她的演戲真的很厲害 那這個 伴這首歌的MV 是比較黑暗的感覺 那我呢 在故事裡面 就是一個天使 但是沒有很明確地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天使 當中 在這個世界 很多不同的黑暗 侵佔我的時候 我就產生了Fish這個黑暗面出來 她就會去殺人 她有不同的場景去殺不同的人 然後殺了三個男人之後 然後發現第四個男人是她的真愛 就代入了愛河 發現其實她不可以繼續這樣殺人 所以就找回我這個本體去封印那個匕首 因為她每一次殺人都是用那個天使的匕首 大概的故事就是這樣 在跳舞的時候 在一個沙地上面 然後是很滑 因為沙很幼 很滑 整個人就很滑 重心不是捉得很好 然後就 頭一兩次跳的時候 會比較害怕少少 還有好像 還未很熟這個環境 然後跳熟了之後 發現其實都可以 開始掌握到少少了 然後就再放一點 之後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另一面 跳舞的是我